在加罗加法初尊者 我们汉地把它翻译做什么 加诺加尊者 加诺加尊者是 悟达国师人面窗的感应故事 公案 对不对 悟达国师 他就是 他曾经 年轻的时候 游学到一所 寺院 寺院有一个身患恶极的出家人 又脏又臭又病 其他人很嫌恶他 都不去照顾他 悟达国师那时候还不是国师 他是和尚 不仅不嫌弃他 反而细心照料他 生病的出家人 痊愈以后很感激悟达 他就说 承蒙你照料 日后你如果有难 可以到西蜀 彭州 九龙山 两棵松树下 找我了 我就在那里 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悟达法师 他成了唐义宗的国师 皇帝常常请他讲经说法 每次悟达国师产生了傲慢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皇帝就是供养他九龙椅 这个檀香木的九龙椅 又尊他为国师 他觉得这个 无比尊荣 就傲慢了 同修这个悟达国师这么有修 他傲慢 你看 冤亲在主怎么样 上身 为什么我们同修 冤亲在主老上身 悟达国师就傲慢那么一次 他才上身 我们同修怎么冤亲在主 一天上身好几次 还常常不离身 怎么差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不止傲慢 因为贪嗔痴慢疑 统统有五个灯 五灯奖 那冤亲在主都不走了 随时 好像走自己家的厨房一样 你看这悟达国师起一念傲慢 那个冤亲在主 上身 他的左腿就长了一个人面窗 五官俱足 给他喂东西吃 他还可以开口吃 这个腿稍微一动 痛得不得了 悟达国师痛苦不堪 骗求民意 求疑往笑 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想起那个和尚 不远千里 就到四川 彭州九龙山 两棵松树下 果然找到他 他找到怎么样 两棵松树再走过去 变成金碧辉煌的寺院 寺院门口 有两棵松树 这个圣僧 就是那个之前生病 被他照顾的人 已经有一个圣僧的样子 在寺院门口等着他了 所以这个阿罗汉 要让你见到 他就让你见到 他不让你见到 就在你眼前 你就是也进不了他家门口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病况 告诉这个圣僧 这个圣僧就安慰他 小事一桩 说明天我让童子 带你用干泉洗一洗就好 我们这里有一条泉水 你去把你的脚冲一冲就好了 第二天童子就带 悟达国师到了泉水 用水洗这个窗 悟达把水这样举起来 准备要洗他的膝盖的时候 人面上大叫 铁蔓 他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冤亲哉主讲话了 他说国师你首读史书 知道了汉朝原岸 朝错的故事吗 你就是前世的原岸 我就是朝错 你当初向皇帝禁言 害我被腰斩 就处死了 腰斩就死掉了 对不对 我累世预报此仇 而你十世持戒高僧 所以我没有机会 大家听到了吗 他已经多生累劫 跟他好几世 可是他连续十世都是高僧 都守戒 所以我没有办法靠近你 你只要持戒 他上不了你身的 持戒有护法 所以这一次因为皇帝礼遇你 供养你 你生起一念的供高 名利心 于道有亏 我立刻上你身 今天加诺加尊者 加持 你我之间的恩仇 也算是化解了 他遇到阿罗汉了 这冤亲在主也遇到阿罗汉 出来调解 所以同修你求观世音菩萨 用泉水洗他的人面床 痛彻骨髓 昏倒在地 醒来以后 人面床就好了 那座寺院金碧辉煌也不见了 后来悟达国师 他就在九龙山修行 然后以自己亲身经历 编撰了 慈悲三昧水灿 慈悲三昧水灿 有很多人修忏悔 有人求身体可以康复 疗治病痛 为什么这么有名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